已经从原本的中校西路台北车站中校西路 现在蔓延到了这个中山南路口 也就是在监察院的门口 目前的民众是席地而坐 然后民众呢是自发性的上台演说 对于反核他们是坚持到底的 好 林英雄近时到了第六天 到一光教会关心的人依旧是络绎不绝 上午八点钟林英雄虽然不乏稳健 面带笑容地走出了近时区 但是高雄市长陈菊还是相当的忧心 而且在立法院和林英雄同步近时四天 最后昏厥的立委陈欧珀也到了教会 他写下请林英雄带我们起义 万一不信也请准许我们推翻暴政的强烈字眼 穿戴着同样的外套围巾和帽子 林英雄踏着文件的步伐 用亲切的笑容向知识群众和义工 何时致意 但不同的是在一光教会进食第六天的他 面容比以往来的憔悴 让好友们相当不舍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们很关心 也很招职很焦虑 如果可以 请你带领我们起义 万一不幸 请你准许我们推翻暴政 细力事实上看起来是不足的 但是呢 他是坐着的 就算是近时 他也要非常有尊严的 因为这是他的抉择 那他这个是正在打一场抑制的战争 所以他不想显得虚弱 虽然林英雄的体力逐渐流失 日渐消瘦 不过近时行动小组 特别在部落格 PO上林英雄近时第三天时 打坐和阅读文章的照片 还有第六天参与教会礼拜的影像 让外界安心 而异光教会前 也排出一条长长的人容 大家以签名留言或诗歌等方式 声援林英雄 至于异光教会的牧师邱琼苑 也借由坐礼拜传道时 对行政院长江瑜化 质疑异光教会 怎么会借场地 给林英雄近时的说法 表达教会立场 当江坡坡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他问我一个团队的问题 我很清楚知道 他要引誘我一个时刻 什么时刻 他想要爱意说教会受性质 而且是他都会受性质 别人在吃米粉 你们在发烧 他觉得你是怎么做这个地方 就让他来做一种的行政 你能够感情谈 能够了解他的想法 林英雄的进食行动 不仅传达庭建核四的理念 也引发社会共鸣 让废核的声浪 持续凝聚不断涌现 迷失新闻综合播放 来关系民生议题